OK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一款一体机 这款一体机非常的令人惊讶 惊讶的原因是有这么多功能都集成到了一个设备当中 我们可以来看到它的一个结构 正面看上去很像是一个调音台 有我们很熟悉的推子 这个区域是推子 在这个区域是触摸屏 是一个显示屏 那么这个显示屏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视觉效果 它是磨砂的 是有触摸操作的 而且非常的灵敏 那还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是叫做金狗 有这个八个方块 那么这八个方块可以放入八个不同的音频 也可以是片头 也可以是这个衬月 也可以是音效 那还可以是你录制进去 或者自定义的一些音频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那这四个旋钮呢 就是控制四个耳机的音量的大小 调节起来非常简单 而这个旋钮呢 就是你外部连接的 比如说扬声器 或者是录音的一个设备 它的一个控制它音量大小的一个旋钮 好 这里是一个录制的按钮 就是说我们在播客制作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希望实施的录制下来 那么按这里就OK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接口 后面的接口呢 我们首先看到这四个接口呢 就是四只麦克风的卡农插头了 另外呢 这里有一个连接手机的trs的一个接口 还有这里是四个耳机的接口 耳机的接口呢 需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这个一体机的背面有四个6.5毫米的接口 那么如果要是主播呢坐在正前方啊 觉得坐正前方在前面插会更方便一些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是一个3.5毫米的一个音频接口 是可以接耳机的 所以说你可以来选择主播把耳机放到哪个位置 我们继续来看接口 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音频输出的接口 左声道和右声道 这都是6.5毫米的接口 你可以来连接外置的扬声器 或者是可以来连接一个电脑 用它来输出 用电脑来录制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录制的一些器材 当然这里呢 还有一个micro USB的接口呢 真的是太令人惊讶了 这个一体机 它可以自己来录制节目 无需连接外部的电脑 就可以完成节目的录制 这里是一个USB Type-C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可以来连接电脑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设备 那连接电脑之后呢 这个一体机就可以作为一个声卡 也就是说 它可以把声音输出到电脑 也可以把电脑的声音输入到这个一体机当中 那非常的方便 在旁边呢 是一个电源的接口 在旁边是一个电源的按钮 而这个电源按钮非常有趣啊 就是如果你在直播的状态下 你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了 之后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屏幕上会有个提示 它担心你是误操作 所以呢 它问你是不是要真的关闭啊 你可以在这个里头点否呢 就是万一无操作碰它了 也没有任何关系 好 这个就是一体机上面的一个所有的接口 非常的简单 对一体机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之后呢 我们可能最大的疑问就是怎么来用它 到底好不好用 其实我们打开外包装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三张卡片啊 这三张卡片呢 现在我的手上 其实就是一个快速入门 正反面都有 所以呢 你在看完这三张卡片之后啊 你就会用这台机子了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好 那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款一体机究竟该如何使用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一体机的设置 其实罗德的Caster Pro 这个一体机的设置非常的简单 所有的操作都在这一块触摸屏上来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设置的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好 进去了之后有音频 播客 还有声音 还有硬件几个部分 首先我们先进入声音的这个音频的部分 进去之后 我会发现它的七个输入端的设置 一二三四四路麦克风 这四路麦克风是在第一排 接下来呢 是USB接口 还有电话 还有蓝牙 就是这三个设备 首先先进入麦克风一 那进入麦克风的第一路当中呢 我会看到选择麦克风 其实在这个地方非常简单 我们会看到它有八个预设 其中的前面六个预设 都是来自罗德的六款著名的麦克风 那么我现在使用的是罗德的NTE 所以我在这直接选择就行了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设置 这个里头复杂的一些调音的工作 在机器当中已经给你设置好了 当然呢 它还有另外的配置 比如说首选的配置 只是刚刚发布的罗德的PODMAC以及BRODCASTER 还有这个BRODCASTER 有这个不同的几款 当然呢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NTEA和NTRA两个选择 如果你使用的不是罗德麦克风呢 它还提供了电容麦克风和动圈麦克风的选择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罗德的麦克风 那么用其他的麦克风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当然它对于罗德的麦克风呢 由于有各个型号的匹配 所以你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觉得 你不需要设置什么 直接就可以操作 好 这个麦克风选项当中就是这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设置 在设置当中呢 这里有一个音频大小的一个设置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选择音频的大小 在这里我把幻象电源打开了 因为我使用的是罗德的NTE麦克风 所以它是需要48V幻象电源的 在我们进入这个一个更高级的设置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高级设置当中的一些选项 首先第一项有这个压缩器 那么其实压缩器呢 我们都很熟悉了 另外这边有高通 还有齿音消除 噪音门 还有这个Dunkin 另外呢 特别的音效当中 这里还有两种 一个是激励器 另外一个是让我们声音更具磁性一些 让我们分别试一下他们之间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不是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播音员 或者是主持人 你的声音 或者是你的发音技巧 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话 你还想要专业的声音 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一体机当中来进行设置的 比如说 关于很多朋友 他在说话的时候 声音一会大一会小 或者是总达不到一个比较OK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电瓶 怎么办呢 你可以打开压缩器 我们来听一下打开压缩器之后的声音效果 我们把它打开 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就增强了 那这个声音呢 会保持在一个比较饱满的声音的一个状态 同时呢 你还可以把这个高通打开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并没有这种比较低频的这种声音 所以目前我们这个环境呢 打开跟关闭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当然你还可以把齿音消除打开 比如说你说话的过程当中 有滋滋滋 机器吸 那么你要打开之后呢 它不太容易发生一些爆音的这种情况 持音 好 那当然呢 还有关于噪音门 我们现在呢 使用的这个罗德的NTE的麦克风 它的灵敏度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呢 我现在的使用环境当中啊 也是在家庭使用 并没有在一个软包的房间当中 所以呢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效果吧 现在就是打开噪音门之后的效果 大家听一下 好 是不是非常的安静 那让我们把这个噪音门关闭 好 把噪音门关闭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个有很多声音在里面 就是声音并没有那么干净了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 把这个噪音门打开 好 把噪音门打开之后 声音就安静了很多了 好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两个特殊的音效 是有怎样的效果 让我们先把这个压线器关掉啊 好 现在就是我说话的一个声音了 那么如果你是希望你的声音听上去更有力度一些呢 你可以把激励器打开 好 现在打开激励器之后 你的说话的这个强度啊 就是如果口舌无力的话呢 你打开它之后就会显得 这个你的说话是比较有冲击力的 当然还有一点啊 就是你如果你希望你的声音更具磁性一些呢 你可以把big bottom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现在说话的声音就会比较有磁性一些 也就是说把这两个选项打开之后 你的声音是既具有冲击力 能让大家听清楚你的话之外呢 你的声音还很具有磁性 所以这个作为如果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一些初级爱好者来说 就很容易有录制出比较优秀的声音了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都打开来感受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缩器 然后呢打开 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刚才的这个噪音门 以及下面的两个效果器 大家就可以听到 现在这个声音呢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爱好者呢 他在平时说话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注意 比如说离麦克风远啊近呢 如果我把这些选项都打开 我现在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 稍微远一点 它的声音也不至于小很多 然后离近一些呢 声音是比较饱满的 所以这些选项都打开是比较好的 如果我都关掉大家感受一下 好我把这些预设都关掉了之后呢 我离麦克风稍微远一些 大家听这个声音效果是怎么样 然后我再离它再近一些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所以呢 如果对于初级的一些玩家来说 把这些音效都打开 是比较有利于你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声音效果 好的 让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一些选项 那接下来还有关于声音方面的选项 那这些声音的选项里面分成上面的一行 就是声调啊 你的说话的这个声调是比较低沉的 还是比较这个嗨的啊 还是不低沉也不嗨的这种中等的 另外呢还有就是下面这一行是你说话的这个力度 你说话是比较轻柔的这种呢 还是啊是这种像体育比赛一样的解说的这种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个人的风格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进行预设 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好 那么刚刚我们是进入到这个菜单 再进入到这个音频 然后再进入到呃麦克风的这个选项 其实它有比较快捷的一个选择方法 就是这个上面的第一路 我们把它一按就直接进入到这个麦克风的选择当中了 当然呢 如果你的嘉宾他是用的二号麦克风 你直接按也就直接来进行二号麦克风的一个设置了 我们现在进来看到有个桑子啊 就是声音 我们现在点击进来 这里呢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的八个经购啊 就是八个音频模块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点一个吧 点这个红色的 你可以直接点击录制 然后我现在对着麦克风说话 就可以把说话的这一段声音 灌录到这个第一个方块 红色的方块当中 你要用的时候只需要一点击就OK了 其实非常的方便 当然如果你把它跟电脑连接了之后呢 也可以在电脑上 托放的这样来操作 把这几个块里面灌入不同的声音 所以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系统当中的硬件 其中有关于存储卡 它还能存多久 或者是格式化呀什么的 当然呢 还有 还有蓝牙方面的选择 系统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这个屏幕的亮暗 还有这些灯的亮暗 耳机听筒方面的音量限制的一些选项 还有系统的设备信息 当然现在目前使用的是1.00的固件版本 后期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更新 好以上为你介绍的就是关于 罗德的Caster Pro的一体机的功能设置 使用方面的一些内容 OK经过刚刚我的介绍 你是不是对这款来自于罗德的Caster Pro 有了全新的了解 那么这个一体机可以说是把N多设备全都集成到了这一个小小的盒子当中 它集成了话筒放大器 话筒的效果器 以及调音台 还有一台录机 还台点播电脑 还有耳机分配器 所以都在这样的一个盒子当中 你不需要有那么一大堆的器材 才可以开始你的播客的一段梦想旅程 我是一个之前做过很多年广播节目的人 我之前用过很多专业的器材 那些专业器材都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知识 你才可以组装在一起 才可以联动的调试到一起 作为初学者来说 应该是不太友好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器材 不管你是一个广播大咖 或者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还是一个媒体的小白 或者是播客的小白 你都可以轻松地去掌握它 去使用它 我觉得展开一段我们全新的里程 就从一台播客一体机开始 也许这只是你梦的一个起点 OK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 昨城